因為有一些很多藝人啊 然後明星啊 意見領袖紛紛的去轉貼這個專戶 然後就說 這個大家可以捐錢來幫幫這些 碰到災害的這個民眾 那結果沒想到 這是史上第一次貼出捐款專戶 但是底下一面倒 超過一半以上的網友都說 為什麼要開這個專戶 為什麼要去捐這個錢 因為他們很想知道說 如果他們捐的錢 可以幫助到這些家庭的話 那當然很願意 可是你完全衛福部 也沒有告訴我們說 這個捐款專戶的錢要去怎麼使用 那就讓大家聯想到之前高雄氣爆 那高雄氣爆呢 非常誇張的事情是 監察院的調查是說 這些本來是大家是善款 想要去捐職業捐給災民的 但最後呢 很多錢被拿去做泰國的考察 被拿去換椅子 被拿去構置所謂的薪資系統 並沒有把這些錢 真的都是放在災民的身上 做救災的用途 所以大家這次是不敢捐了 大家不相信政府 覺得說如果我捐錢給你的話 是不是我其實捐錢給你 這個有問題的政府 其實政府這一次 台鐵也要負到很大的責任 政府本身就已經有資源跟預算了 你沒有去好好的做使用 現在還要再叫人民來捐款 這簡直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昨天呢 我看到非常多的一些藝人 在分享的時候 底下的網友紛紛是不認同位服務 這樣子的行為的 甚至有網友提到說 上次普悠瑪事件的時候 有成立捐款專戶嗎 你成立捐款專戶 是不是想要把這件事情 導向變成是天災 可是他明明是人禍 人禍有人禍的處理方式 天災是我們沒有辦法去逃避 只能去面對 那所以如果今天政府是出包的 你不去檢討責任 不去負責任 不去把它完善好 用政府的資源資金 還要叫民眾捐款 那簡直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難怪這麼多網友 是完全不想買單的